我长这么大没做过自己的方 他也总对我说未来没有什么方向 每天没人理解的日子真的绝来好累 我也想把我自己的爱情全部包围 每次比赛好像都几乎输了 但是生活告诉我不能在他的面前哭呢 每次吵架总会吵到互相都没话 但每次都想逐通把他留下 我也知道说常都是我一直的梦 但揣着这个梦想也是我一直的Tony 为了社会世界去做过一些兼职 但回头来看却没能一直坚持 我再也不想把我们的爱情错过 所以这一次我想战胜我自己的诺度 虽然那些挽留我都一直做过 如果失去你生活会更加落魄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杨22岁来自云南学生 女嘉宾小崔23岁来自辽宁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同学对吧 喜欢她是因为她说唱好是吧 一开始是这样 说说吧 怎么了 就是她把说唱放得太重要了 然后就是不在乎我 就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说唱至上那种感觉的 我就特别犹豫 到底要不要再跟她继续在一起 咱把具体的事说说好不好 所谓的说唱至上是啥意思 就是有一次她是参加说唱比赛 她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就有一个女生过去跟她搭讪了 我当时想那都是粉丝 那没有什么事 就是欣赏她嘛 然后跟她唠一唠 你都无所谓 后来俩人拿出来手机了 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拿出来手机不就是要加微信的吗 加是加 不是 不是 你想就加是加了 但是底下那么多人看着 完了小姑娘 人都有自尊性是吧主持人 她给我那个微信 我单产如果就拒绝的话 那多少人自尊性呢 那你当我面加她呀 那背着可以加吗 背着更不可以 对呀 所以你说你这问题问的 关键后来还跟那粉丝聊天 让我抓着了 还给发的图片什么的 不是 图片也没啥呀 上面是歌词 就让我那个给她看一看 那个歌词里边写的好不好 让给点评点评 我也没回呀 那你加完她之后 不会给她删了呀 删她干啥呀 留着就是以后有用呗 是这意思不 有用啥呀 担心她说唱粉丝多了 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关系 是吧 还有 还有 还有就是我们两个出去的时候 就是平时那个 她约我吃饭拿看电影什么的 连走路的时候 都给我来一段即兴说唱 就是我特别无语 总是跟我这么说唱 我都听腻了 就像什么东西在你耳边嗡嗡嗡的 可闹心了 什么人 那声都出了你 那电影开场之前 就不能尊重一下吗 那就非得给我来一段即兴说唱 咋的 你这有粉丝了呗 你看你给你说的 那不你刚开始也挺喜欢吗 我有味道 你这啾啾啾 现在就可烦了 我刚开始喜欢 是 我觉得你挺有才华的 但是以后一直在我耳边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是个人都会烦吧 你现在不太欣赏她这方面的才华了 当初这个吸引的你 现在你觉得这个不重要了 是不是这意思 也不是 就是她把这个看得太重要了 就是忽略了我 也不是 她不是为了讨你喜欢吗 就是怎么说呢 她又处处觉得这歌词里边 好像我找刺似的 就是我随便唱两首歌 她就觉得里边好像我找她茬儿 这句歌词怎么这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说我呢 我根本就没那意思 不是 她有一首歌就是有一个说唱歌手 出了一首新歌叫母老虎 来 你给大家唱唱 来 来歌词是什么样的 我就不说了 真的 我就不说 让大家伙听一听 母老虎嘛 那首歌就 刚开始两句就 母老虎 早秋不足 两个嘴皮翻得 老子真的好秋不足 你看别唱了 真的 你别唱了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我是母老虎 招架不住 说我两个嘴皮子翻得特别厉害 她那个特别无助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 你这个词不就是在说我呢吗 你什么意思呀你 你从来你就觉得就我 不是 这个歌不是她的吧 不是她的 但是她总是在我耳边唱 那就不能唱别的歌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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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总在你耳边唱母老虎啊 这是受不了啊 对啊 不是 她就根本不喜欢我这些东西 刚开始我俩认识也因为是说唱嘛 我就觉得咱俩志同道合 完了我觉得就反正我喜欢的东西 她都不喜欢 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她送一包 那包可好看了 你可别说了 那包攒钱 就是一直省吃省用的 然后给她买了一个包 就是一个帆布包 这是迷彩的 背上就像菜篮子一样 还给我送了一条围巾 也是迷彩的 来个全套 就是一套迷彩的 那意思就是让我冬天去买菜 既有温暖又有菜篮子 让我冬天买菜有点温度是不是 你那品味其实也没好哪去 她就穿了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小禅袖 就这么说吧 我就生怕出去走路的时候 人家问 阿姨 你带你儿子出来遛弯呢 我就生怕那么问 真的就她品味就 也讲不到一块去 还有别的矛盾和冲突吗 还有 就是她管的我特别严 怎么管你啊 我那是关心你 你哪儿了 你这管的都可严了 就是有一次 我带她出去吃饭呢 嗯 我那个就去加一块东西吧 然后袖子就沾上汤了 然后她就说 妈 你这注意点行不行啊 你这你多脏啊什么什么 跟我说那些 说老大声了 然后我就吃饭有一点小 呸唧嘴巴就有声 然后她就说 我说你这叭唧叭唧啥呢 你这拱石呢 就是喊得老大了 旁边都笑话我 我说你可小声点吧 然后我也没发火 我回来的时候 走路的时候 走道的时候 然后我想唱两首歌 再哄哄她呀 说点好听的哄哄她呀 不乐意 手一撇给我嘴蒙住了 就别唱了 你口臭什么的 来了来了 你唱的什么 你唱的什么 你唱的那是谁能听得住 我是不是在关心你之前 我就是想让她唱的是什么呀 你让她给你们唱吧 真的 我就唱就是我说 呦呦呦呦呦 所以现在哥们 你现在要跟我分了 但是我还想给你唱一段 所谓的阿卡贝拉 但是那些东西 我都不想去提 都不想去讲 那些东西 我还在这里面对你唱 呦呦呦呦 所以不要再说那些东西 我还在讲受 但是我在跟你的日子里面 就想享受 所以妈妈说爱情就像一个陷阱 但是我觉得爱情也像一个陷阱 准确您听着了吗 她说她跟我谈恋爱像陷阱 谁能愿意听啊 跟我谈恋爱是掉进陷阱 这有啥呀 你受不了啊 对啊 我觉得这都太艺术了 就你们说点生活 在生活里彼此对彼此好吗 关心吗 照顾吗 我真的是关心她 她那天就是去夜店了 她没跟我说 她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 给我发了三条微信 第一条 我跟朋友出去玩了 第二条 早点休息 第三条 晚安 五六点钟跟我说晚安 完了之后 我说你去哪了呀 你怎么现在跟我说晚安呢 就不回我了 然后呢 我就给她打电话 最开始打两遍 没人接 后来直接关机了 我当时就特别着急 我真以为她那会出什么事了 我就一直疯狂找她 第二天第二天跟我说 昨天晚上去夜店了喝多了 你能不能想象我的感受 我多担心你啊 不是也没多大事 我不提前都告诉你 出去玩呢都 你告我出去玩 你告我去夜店了吗 你告我喝酒了吗 不是 那我就联系不上你了 不是那搁几个都待一块 那能不喝酒吗 那喝多点也没事啊 不是第二天我也跟你说了 那会儿我也是手机没电了 才没听着你给我打电话呀 你手机没电之前会不会借人家手机 给我打一个电话 这不也没想到我们都喝多了 你说我能那么清醒啊 行 我这么问吧 她对你关心吗 她对我也有点关心反正 经常我去上课 下雨的时候就会给我送伞啊什么的 好 算对你好是吧 对 那你为啥要跟她分手呢 我就是觉得她把说唱看得太重要了 而且她对未来没有什么规划 没有什么计划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小了 应该就是啊 对那个彼此的未来应该有一个计划了 她没有 她就是还是继续玩 她这 不是才22岁吗 她的音乐 对 对 我那个还 现在是上学 然后还有一年才 但是都快毕业了 你指的对未来的规划是指什么 就是实习啊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还有一年嘛 我就觉得我以前都是读书 然后都没有什么机会去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 好不容易大学了 我就就给她实现够呗 我就没有遗憾了 就毕业就好好工作 但是她就不想 她说你同学这些都去兼职了什么的 你也应该上点心吧 那我就可不愿意听了 她去兼职了 有一次我让她去了 兼职兼到一半跑了 你这能不能好好认真对待啊 我也没跑啊 我也完成任务了 那次就是去发传单啊 然后我就发得挺快的 我就学他们就蹭蹭蹭蹭蹭 发完之后我就走了呗 完了我也觉得那没什么意思 发传单就也没让我学到啥 完了我还不如就回去做做作业啊 或者就是搞音乐什么的 你当初为什么喜欢她姑娘 当初就是觉得她那个有才华 后来就是一直在我耳边就是说嘛 就烦了 就烦了 是烦了啊 对 真的就是挺烦的 她又烦你 对吧 她又管你 对不对 为什么还非要跟她在一起呢 她其实对我特别好 有什么好的东西都会想到我 家里有什么吃的呀什么的 都给我带的 我也挺馋的 然后就我身病了什么也挺照顾我 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失去的 她确实对我特别好 要说她对我好吧 她平时对我也挺照顾的 也挺好的 就是我就觉得她看不清比重 就是说唱 未来和我 这三个比重在她的心里 她全行得不太到位 说唱 未来和你 你希望她怎么排序 我希望她把未来放在第一位吧 未来 然后是我 然后是你 然后是说唱 然后是说唱 就是你觉得她说唱 就应该是一个业余爱好级的 是这意思吧 对 男生你怎么想 未来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有点太早了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 然后就对于音乐来说 她确实是从小陪伴我的一个东西 从小听着说唱长大的我是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一个精神寄托 我不想失去她 但我也不想失去我的女朋友 我也希望她能够支持我 理解我 那你给排个序呗 未来 女友 说唱 你咋排 这是女友的排序吗 未来我和说唱吗 你排一个吗 说实话 未来 女友 说唱 就是她怎么选你就怎么选是吧 这是真实的答案吗 是 我怎么觉得是说唱 说唱 女友 不是 不是啊 不是 理解错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其实男人和女人 在爱情当中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 女人希望被宠爱 被关注 男人对于爱情的心理需求 和他对于其他事情的心理需求 并无二致 价值感 但是在这段关系当中 男生感受到的价值 对于女生来说是一文不值的 我特别想问女生 你到底喜不喜欢说唱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也不讨厌 对 所以你们两个因为喜欢说唱 而在一起这件事情 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你不喜欢她的说唱 你也不喜欢她的这个人 她的衣食住行 她怎么样吃东西 怎么样走路 都不是你喜欢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要和她在一起呢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的本身脾气 是比较大的那种 她就是特别包容我 你为什么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你刚才讲说 因为她给你好吃的 她照顾你的生活 你生病的时候 她去照顾你 我听起来 你妈妈也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 恋人之间的相互欣赏的状态啊 我一眼望过去 说句实话 你俩根本就不搭 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然后因为一个误会 相遇在了一起 她不喜欢啊 她不喜欢说唱啊 跨解了这场误会吧 然后去寻找 属于各自的幸福 祝你们各自安好 谢谢 男生说唱已至上 女生身心已受创 没事互相多让一让 多陪女生去逛一逛 未来和女友多想一想 最后一句话 母老虎那歌 咱以后别唱 这段说唱挺精彩啊 少年初长成 女生呢 是未来以来 男生和女生虽然说 生理年龄是一样 但是心理年龄是差距很大的 女孩现在就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觉得 哎呦 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我都急死了 但没办法 她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 怎么办呢 你要找一个踏实稳定 还要有才艺的男人 她呢 要一个支持理解 还懂说唱的女人 但是 错的时间 遇到了错的人 这就是你们现在的近况 而且在谈恋爱当中啊 男女双方最忌讳什么 第一 试图改变对方 这个改变 是我要你改变 如果真的 特别爱一个人 是我为了你愿意 变成更好的样子 而不是变成你心目当中的那个样子 第二 就是觉得自己非常优秀 对方非常差劲 因为你们一上来说得很欢乐 我还挺开心的 但是说到中间那一段 两个人互相怼的那个时候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好难过啊 因为我觉得你们把这一段恋爱 太当儿戏了 就觉得是好玩 反正我怎么看你不顺眼 你也怎么看我不顺眼 那请问你们在一起干嘛呢 这么互相不为对方留情面 谈和爱情 坚持自己的梦想是固然重要 但是如果你需要别人 跟你一起去实现你的梦想 那要看那个人愿不愿意 更何况那个人对你的梦想 没什么兴趣 好吧 祝你们各自幸福吧 谢谢 女生其实对说唱并不感冒 你喜欢的是她逗你开心 是吧 当她发现总是 她用说唱的方式逗你开心之后 这种开心就变成很平 当你发现 她逗别的女生也开心 逗你的也开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个男生太油 当她逐渐地变得在你面前 嬉皮笑脸的时候 你已经不懂得欣赏她的认真了 因为在你的心目当中 这个男生就是个没有正型的人 对将来没有考虑 在你面前也没有正型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 说唱是认真的 所以说你的喜好是说唱 那你就认真唱 但是在生活当中 不要用你最喜好的东西 当成玩笑来逗别人开心 你要尊重它 你就认真的唱 认真的去编词 认真的去创作 等等等等 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种 逗别人开心的手段 这样的话 别人会认为 你也不尊重艺术 同时你也是个不够认真的人 如果一个人被别人认为 是一个不够真诚 不够认真的人 那么这个人在别人面前 是不会有价值 你就是太忘记了这样的尺度 明白吗 明白 所以不管你们将来在过不在一起 我认为 你要懂得一个男生 对你的这颗心 而男人要时时刻刻记得 你可以哄女人开心 可以逗女人开心 但不要用自己的工作 和自己的喜好 当成开心的手段 就对 在我看来一对相爱的人 首先有一个前提是彼此尊重吧 彼此尊重对方的喜好 你们彼此尊重吗 女生其实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想 如果这是一个喜欢篮球的男生呢 当然他也会用篮球的方式来讨好你 开心就好 认真地对待了感情就好 感情当中没有杂志 那就是很美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就是以后我肯定不会就是像那样音乐比重 这样的特别大了 我心里边有你 我对我俩的感情肯定是认真的 我愿意去转变 然后从一个不懂事的大男孩开始慢慢变得懂事 但是我也希望我们一起努力 我希望你也能改改你那些不好的脾气 你愿意吗 我不是不支持你的 就是你所追求的东西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权衡一下 他们就是在你心中的就是比重 我说这么多你还不明白吗 我明白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最后补充一段话 如果你不能够欣赏他这个东西 我觉得那不如分开 因为这是他的喜欢 我先不说他要不要做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做任何一个专业领域 你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在生活里面大把的时间都是在思考的 你是在做的 你欣赏不来这股劲你可以离开 但是你不能强迫 要求一个喜欢某一样东西的人 为你而放弃 你不能欣赏你可以离开 你要欣赏他 你爱他 你就不要试图改变他 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 离开 没有什么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请关门 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见证他们的烙卖时刻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好的 我对这段感情都是认真的 既然我们都选择了继续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够跟我和我的梦想和我的音乐 谢谢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以后会改变的 就像主持人他们说的那样 我会支持你的 来来来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祝你们快乐 你只会有说那特好 其实学会欣赏一个人 比你改变一个人要容易得多 你会发现他的美的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